好但是呢我們看到了這個黃仁勳到台灣 然後大家說哇整個台灣的股市被帶的活蹦亂跳啊 但還有一個隱憂不僅僅是台股 全世界都是 到底聯準會什麼動作啊 我們帶你來看啊 這個聯準會啊又開始要放老鷹了 大家說可能會生息 聽了很可怕耶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你來看看5月29號 亞洲貨幣全倒 清一色全倒 然後美元指數呢又開始往上走高 甚至呢你看到了這個美債殖利率10年期的 哇他已經升破4.5% 這是四周來的一個高點啊 特別我們看亞幣倒一片 台幣呢又開始扁 然後日元呢又看到157 到底聯準會什麼動作 會不會衝擊到金融市場 我們趕快有請停號帶我們來看看啊 又看到了這個亞幣倒一片的狀況 到底聯準會現在是哪一招 回答昨天股價盤中還在創高 可是費半昨天是大跌的1.3% 這代表著在昨天美國股市是有一個非常顯著的利空 使得股票市場進行顯著回調 對 那是什麼原因呢 很多人說是因為最近聯準會官員所釋放的硬派談話 可是聯準會喔 不是說在昨天才釋放硬派談話 過去一整周都在釋放相關談話 但昨天跌的特別重 美債殖利率上行的速度特別快 已經碰到4.6% 因為昨天美國財政部進行在本週大規模公債的標售 沒人要買啦 它很久都沒人買了耶 那這一次大型標售嘛 還是沒有人買 那我們都很清楚喔 你不買美債 美債的價值就會下滑 美國公債價格下跌 公債殖利率就會上行 就要往上跳 公債殖利率的上行 就會讓市場意識到 也許通膨還很高 在禮拜五所公佈的PCE數據 很有可能還是會超標 所以不是因為聯準會又說了什麼 是因為它標售公債沒人要買 對 就是市場的情緒突然覺得 我現在還不如回去買股票市場呢 現在持有這麼多的債券要幹嘛呢 可是你仔細想一想 我們從2022年 一路到現在的牛市 其實發生過很多次的回調 去年10月份 2、3年10月份的回調是一回事 今年4月份 道瓊也是回撤到半年限 每一次回調的理由都是什麼 都不是回答的財報不好了 都不是AI的前景突然消失了 都是由於短期內利率的升高 對於股票市場的撐壓 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你會發現 每一次聯準會放鷹 或者市場上有一點通膨預期 所造成股價下跌以後 一定還會再創歷史新高 所以什麼意思啊 它就是讓股票有一個 均值回歸的機會 它只是找一個理由 讓股票市場回跌而已 又是我們的機會了 沒錯 所以可以來觀察一下 趁著本輪台美股市的回跌 可以來做些觀察 可是我們回過頭來看 可是亞幣衰得很重啊 剛才聊到 日元已經貶回到157了嘛 那我們要知道 如果在24年財年 市場在年初 原本日本分析師啊 針對在今年預估日元的貶值匯率啊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140到145 連150以上的只剩下3% 所以它今年的貶值 已經遠遠超乎 日本市場的一個預期了 對 那我個人的想法是 很多人都說啊 日本現在處於比較兩難的局面 第一件事情啊 是日本的公債利息之處 在整個23年 已經開始快速飆升了 為什麼 因為它回到正利率了嘛 對 那就使得它現在發行的任何債務 都必須以正利率來做計價 那你知道它已經連續30年 都是屬於負利率了 突然要負擔這麼高的利息啊 讓大家意識到 日本政府是不可能 由於內部的高通膨 而採取高強度升息的 大概率還是保持在一個 相對貶值的區間 這就是政府的公債 它付很多利息出去 對 所以它就說明著 日本央行很有可能 還是要持續寬鬆 可是呢 它也不能寬鬆過頭 對 不能回到兩年前那種 大量購買ETF的寬鬆方式 為什麼呢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本月份 日本的總GDP 已經正式被德國所超越 那就換句話說 由於匯率的關係 日本生產力其實沒有太大變動 但是日幣貶太兇了 導致以美元計價的GDP 居然跑出給德國了 所以這件事情呢 就隱含著 基本上日幣貶值 對於日本經濟的傷害 還是有一點發酵的 挺好我問一個 這是不是叫面子問題 面子問題 這個叫理子問題 對對對 面子理子 現在都有點雙輸 那如果呢 經濟真的好 或者說通膨高 我可以接受你升息 但是你這個時候 你可以了解 市場到底是如何反映 內部的經濟情況 我們根據岸田最新的 內閣民調 在二一年年底 當時是高達六成的支持度 現在只剩下兩成二 還在破底當中 這足以彰顯的 市場上有非常明顯 對於日本匯率 兩難的局面 一方面你必須要寬鬆 繼續來維持你的出口擴增 另外一方面 你要適度的升息來平息民怨 但是現在就處於兩難的局面 所以我們才會認為 日本央行不會有太多的動作 它就會維持當前的寬鬆 那最後日央 或者說日圓 什麼時候會正式的 回到走升格局呢 完全不取決於日央的做法 取決於聯準會 什麼時候正式進入到降息格局 所以就是外力推它了 匯率是悄悄板 日央有一天升職 絕對不是它主動升的 一定是聯準會被迫要降息了 它就被迫升了 這個是日本匯率的變化 那我們具體往下看 台幣匯率最近也扁到32.4 賣壓其實也相當沉重 但是市場上會擔心 台幣如果一路扁下去 那台股回調會不會很大 我跟投資朋友分享 台北股市不管怎麼回調 一定跌不過標普 跌不過費半 跌不過納值 為什麼 台北股市這一波內資實在太強了 那內資有幾個來貢獻的 第一波就是台商的回流潮 當時在2010年 台商投資海外的比重 有八成都是屬於中國市場 現在剩下多少 一成 哇 差好多 那你說剩下九成都投到哪裡去了 全部回台股 不是 一部分是回台商 另外有一半 被亞利桑那場給分走了 投入到美國市場當中了 對不對 資本這次很龐大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 台商的回流 造就內資買盤依舊強盡 第二點就是半導體的受惠潮 整個出口持續在上行過程當中 在108年109年 台灣每個月的出口 大概就200多億 現在都是400億 350億起跳的 那幾乎是翻倍式增長 所以出口外匯的加成 國內超額數據的增加 加上台商資金的回流 台幣這幾年其實也貶得不像花 台幣是一樣創新高 第三件是對於人民幣的一個變化 因為人民幣現在也貶到7.24 也是過去幾個月以來的新低 那我們都很清楚 人民幣你要主要看它的貶值壓力 主要會從中國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 拿來跟美國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 來進行對照 那我們看到中間的gap不斷在擴大當中 在20年以前 中國國債的利率是比美國來的高 就代表你把錢投資中國國債 拿到的配息會比美國來的多 這很正常 後進國家風險比較高 我要給我更多的殖利率配息報酬 結果現在你投資美國這種成熟市場 居然比中國來的多 造成人民幣有極大的外匯壓力 使得我們觀察到 在整個2023年 外資撤離入股 中國市場的速度 是過去40年來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所以最終如果我們要回過頭來看 因為現在市場上有一股聲浪 就是我們到底對於兩岸市場 入股其實現在的經濟成長率也不錯 一股有5% 那台北股市今年經濟成長率 在一季度有6% 市場就在賭 就是說那個錢總會流到大中華市場的 以前外資常常錯賣台股 為什麼 因為他把大中華市場評級調降 順便就把台北股市給賣掉了 那現在如果他要回補的話 回補台股會比較多 還是回股入股比較多 如果未來有利率調降的機會存在 我個人認為 對於入股而言 對於他們來說 很有可能只是一個抄底 獨一個反彈的邏輯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和中國市場 今年一季度GDP都不錯 可是台灣一季度的主要税收 今年綜合成長是成長的一城市 中國今年經濟成長有5% 可是中央的稅收 分別下調了2.3%和6.5% 如果經濟成長都要在成長 你怎麼都沒有收到稅收呢 對啊 所以會獨有一點數據失增的可能性 那你優先回補的話 那當然是獨那個有 具有基底經濟支撐的 所以抄底台北股 或者說加買台北股市 它就是一個對獨景氣的上行循環 但是對於入股 入股股市很明顯 它就是一個抄底 既然是抄底它的資金量 就不見得會這麼龐大了 是好非常謝謝廷浩 但我們看到了這個聯準會 這一次大家又很緊張說 是不是要升息了 其實是因為它的債賣不掉 所以它當然它的殖利率會往上調 因為它賣掉它的公債 這個美國政府缺錢對不對 我們常常告訴大家 好那當然不會影響 進入這個市場的話 那大家應該比較吃下定心玩